大家好 我是黑熊 今天呢 現在時間是晚上10點 要來個瘋狂的計畫 要去花蓮看日出 那我們路線是先去土城接我的朋友 然後再去花蓮 現在正在下土城交流道 所以我才敢開車的時候把室內燈打開 這種LED的室內燈其實真的蠻亮的 來了 早 這影片也是我在暑假期間拍的最後一步 接下來就要準備開學了 影片的拍攝方式簡化很多 可能會有點像行車記錄器 在這邊再請觀眾監量一下 這一次要去的是花蓮七星潭 看星星也看日出 以往寒暑假 七星潭我總是去了又去 都在海邊發呆丟石頭看海浪 今年暑假卻沒有 除了蘇花公路之前有摊放的問題 再來就是影片老班底的人在美國 少了那個搞笑的人之後 總覺得出遊好像缺了什麼 這一趟出門 我帶的是富士的XT32代 搭配Sigma 1850 很定光圈F2.8 那就來簡單聊聊這個相機的組合 順便推開一下也是喜歡公路旅羅的你 富士的XT32代 它的操作手感與邏輯 很難找到同時期的產品會比它差 可是單純就比外觀的顏值 還有濾鏡蜘蛛的色彩 那你就會明白買富士相機的意義在哪 再來要拆長曝光拍清空 快門時間最長只有一秒鐘 只能夠把ISO標到一萬兩千八 但出不意料的是 富士相機高ISO的噪點表現 其實控制得非常不錯 那手持拍攝以我自己的極限 是可以拍到快門速度八分之一秒 這一趟去花蓮的行程 最大的遺憾就是忘記帶相機腳架 所以想拍星空 只能把相機放在車頂上面拍 因此噪點等角度都無法控制得很精準 但是就以放在車頂上 而且又是配一顆F2.8的變焦鏡度 能夠拍出這樣的畫面 我認為已經算不錯了 而且快門時間也只能夠用一門 所以我的ISO絕對是飆到一萬兩千八 在海邊等下一個天亮 不是郭靖要唱的歌 而是真的在等朝霞渲染天空 大家一同等待從海平面升起的太陽 很幸運的是有等到小蛋黃 也就是太陽剛升起 還沒有很亮時 也沒有被雲層遮住 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一顆橘色的小圓形 相機也可以直接拍出來不會過譜 陽光褪去夜的黑 天空呈現難以言喻的美麗 也是拍照的好時機 這裡我也分享一下我怎麼幫車子拍照 首先會依車型決定 轎車和休旅車因為長度高度不同 所拍攝的視角也會不一樣 轎車我會傾向把車頭拍得清楚一點 但休旅車不會在畫面中交代太多的細節 讓寬大的車頭只留下部分的元素 車尾則是讓休旅車壯碩的感受展現出來 厚實而有安全感 但主要還是看每一款車不同的車身線條 再決定怎麼拍 另外KUGA有全景天窗 雖然說天窗的使用性不一定高 但在這個時候打開這陽簾 也能夠派出不錯的空間感受 以上這些照片都是由富士XD32代所拍攝 使用的是經典底片濾鏡 F2.8 DR200的情況下拍攝 照片沒調色只有後期調整曝光 就能夠拍出非常滿意的色彩 一台不到台幣3萬元的富士相機 它可能做不到像iPhone方便 也沒有Sony的對焦性能 更沒有Nicone的耐用性以及操作手感 重點是買一台全新的富士相機都要等很久 但是如果你是一位非常喜歡開車到處跑 想用相片來記錄生活的人 那麼擁有一台相機可以直出 還能夠拍出底片感各種濾鏡的富士相機 我想它會是你最好的選擇 我是黑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和分享 那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